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介绍完了 如何便利速度 对不对 这节课咱们看一个SmartG3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非常棒的功能 什么呢 就是模板继承 什么是模板继承呢 比如说对于我们一个网站来说 对吧 好多比如说一级页面 二级页面 三级页面 好多地方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只有部分区域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咱们传统做法是复制一份 然后把不一样的地方修改了 对不对 那一样地方如果有改变的话 是每个地方都得改啊 当然它可以用包含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比较麻烦 而模板继承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呢 页面相似的话 那你就可以继承上一个模板 对吧 然后呢 把需要改变的地方 你可以改变掉 或者是完全一样 这样的副模板有改变的 那子模板是不是也跟着改变了 那复制的层次可以有很多层 比如说 这个是爷爷模板 对不对 儿子模板 孙子模板 从孙子模板 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怎么的 继承 对吧 那咱可以把 比如说 比如说手页 对吧 频道页 列表页 内容页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有需要改变的 比如说这个位置需要改变 这块这需要改变 这块这需要改变 对不对 那它这块有这么举一个区域 那我们就可以继承过来 只修改局部的那种就可以了 这就是模板继承 好吧 可以有多层 但是咱们呢 用两层做 是不是就够了 对吧 那我们这里边写两个模板文件 一个咱讲说叫做副模板 PRENT.TPL 可以吧 一个是子模板继承副模板 这块用CHILT.TPL 对吧 子模板继承副模板 在副模板里边 比如说我随便写个标签 是HED 先是HTMR 斜盖HTMR 然后呢 这块是HED 斜盖HED TITLE 标题 斜盖TITLE 对吧 这是一个TITLE 标题 然后 包地底 斜盖 包地底 然后 这是一个CNT的内容 对不对 对吧 现在这副模板是不是小了 那子模板我什么都不用写 今天记上这个副模板 对不对 那我只需要在这块怎么继承呢 看一下 使用Smart里边的这个内置函数 有一个叫做继承的函数 看到这个了吗 继承 指定文件名就可以了 直接用ESTENDS 继承 文件继承哪个 继承 副模板 是PRENT.TPL 是不是继承这个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文件写 像包含似的 这我们可以省略继承这个模板 看到了吧 你看 这里边语法它是支持的 我们看一下 可以使用文件数据你可以缩写对不对 继承 对 这块我别忘了 加什么 刷一号或者带一号 是不是子模板就进入副模板了 然后我们现在写两个显示的文件 比如说 P.PRENT.PRENT.PRP 这个是什么 副模板 对不对 然后再写一个子模板的 就是 C.PRENT.PRENT.PRP would you notice你可以说的 随意命名对不对 这里边 咱们需要 应可录的包含 包含 init.IC .PRP 是包含这个 然后pou REOUFU的Smart 这边 Telephone 就是Smart里边有一个 Display 是不是显示 紫模板里边 是不是也有这个显示 PRENT PRENT TPR 显示触摸板 文件结构 别乱 对吧 然后 这话 紫模板 这话 用上 CHILT TPR 对吧 我们现在访问 赋摸板一下 再访问紫模板一下 看一下我们 记没进了过去 如果进了过去 两个是不是就完全一样 对不对 看一下 http locahost 里边的 PRENT PRHP 这是一个内容 这里标题 是不是有了 查看页面原点 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对吧 我们再开一个 http locahost 里边的 CHILT PRHP 你看 紫模板内容 我们再查看 跟封模板内容 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难道说 这就继承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继承 除了这种系法 除了你在模板 紫模板里边 使用 你看 除了在紫模板里边 使用这条 我们有开着的 这个文件 对吧 除了我们在模板里 使用这条 你看我这里边 紫模板里边 如果什么都不写 什么都不写 我还有一种 继承方法 什么呢 就是在 peerp的文件里边 在这里边 紫模板里边 当然这个文件 我是比喻开着的 这个对不对 可以再说这么些 什么 estemds 继承 对 冒号 让这个模板 继承谁呢 prent.tpl 竖线 这个紫模板 就是显示模板的时候 它继承了这个模板 知道吧 如果再有孙子模板的话 你再写竖线 这是孙子模板的话 继承紫模板 在继承什么 可以多数写去分割 对吧 你看我现在这里边改了 而我在紫模板里边 什么都没写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办 你能继承过去呢 看一下 现在我访问的 这个是 诶 请进来一下 htt 公号 local host 来 child.pt 你看 是不是一样可以继承过来 对不对 但是这种继承 不太直观 模板中 你不知道干什么了 继承谁的 对不对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peerp里边写继承 那peerp里边 我们还是 这么去写 听懂吧 只跟大家说 有这样的结构 我给大家注视一下 在peerp里边 最好还是 原来的写法 在模板里边 把继承标记出来 这样的话 更直观一些 知道模板和模板之间的关系 好吧 在这里边 我们还是要写成这种 对不对 那现在看一下 我们继承可以成功了 但继承我们是不是得改一些内容了 比如这里边标题我想改 那种我想改 对不对 那怎么改呢 看一下 我们这里还有block的函数 块 对吧 那假如我要改的地方比较多 就不管是多还是不多 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需要在副模板这块 把它用块一个框起来 需要子模板去修改的地方 其他继承的地方 修改地方 我们就使用这个 b-r-o-c-k 块 这个框起来 这话 斜盖 b-r-o-c-k 然后这个 假如内容我也想修改 什么呢 b-r-o-c-k 这话 我们也是 斜盖 b-r-o-c-k 对吧 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的时候 我们得改的吗 有两个 我知道子模板改的是哪个块吗 不知道 所以必须起名字 什么呢 内容等于 比如说万 对吧 能可以随便起名字吗 名字都是自己定义的 内容等于兔 是不是起名字 加上这块起完名字之后 我们再访问一下 副模板 你看 这是副模板 对不对 二次表皮 那我们刷新一下 有变化吗 加不加这块没变化 那子模板现在有变化吗 看这 是不是也没有变化 因为它是完全继承的 如果想有变化修改 它的 我们需要变化的地方 对吧 如果在这里边 我写上这一张w 你看这 有效果吗 写上一张w之后 这怎么办 对不对 怎么办写上w 有变化吗 没有 也就是子模板 你今天写什么都不好使 对不对 其他字符都会被忽略的 只有 你想改哪个块 你在这里边也写上 b-r-o-c-k 名字等于 你想改万的 那你就会加上b-r-o-c-k 写个 比如说 这是一个标题 你看 对吧 想修改的就是写它有效 看到了吗 这是变成中文了 当然了 我可以把字符节 字符编码 变成 错了 查查看 字符编码变成 这是一个标题 对不对 如果内容也想改的话 怎么办 你只要子模板里边就写 要改这种地方 内容等于 2 写个 b-r-o-c-k 这是 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收信一下 这是内容 这标题 对不对 原来的变不变 不变 这就改掉了 除了这些 我们还可以干嘛 我们还可以追加 比如说我们这块 再来一块 看一下 b-r-o-c-k name等于 死瑞 thr-e 死瑞 这块是这 test 我们就写一个测试 写个 b-r-o-c-k 就写一个测试 这两个字符 别人都没有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我在内容 先看一下 怎么把里边 进别进入过来 是不是泰子 进入过来了 如果我想在内容 test 我想拿过来 在前面加 或者后边加 我们可以使用 几个关键字的属性 什么呢 你看 b-r-o-c-k name等于 thr-e-s-v 鞋盖 b-r-o-c-k 如果我这边写的代目 那我把所有的那种都改了 你看 是不是泰子全面的代目了 如果泰子想留着想在泰子后边追加一个代目 怎么办呢 你在后边加一个 append 追加就可以 来 来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在后边回家了 对不对 同样还可以 比如说 我在 赴摩板这会儿 因为我想给大家保存一下记录 所以我们粘定一下 好吧 这个位置 我比如改上fo 循环 fo循环 就是fo循环 第四个 这会儿改成hello 对吧 我想在hello前边加个word 怎么把现在是me去改 您看一下 这个hello前面加word 同样 我们也是 加个块 b-r-o-c-k name等于 f-o-u-r 鞋盖 b-r-o-c-k w-r-r-e-w 你只要这加个前置 前置那个词是 p-r-e-n-d p-r-e-p-e-n-d 是这个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 前面加了一个word 有的 那咱们现在可以在子摩板里边 前后讲 除了前后讲 中间可不可以讲呢 试一下 比如说 我在这儿再来一个 非常 b-r-o-c-k name等于 f-i-v-e 对吧 这块写着 啊 A 和 W 这块写着一个 随便写一个吧 比如说demo吧 写个b-r-o-c-b-r-o-c-k 我能不能把这个demo加到 你看 现在这儿有demo对不对 那我们得加demo能不能加到我想要的地方呢 比如说 b-r-o-c-k name等于 f-i-v-e 对不对 前边加可以了 后边加可以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 这是什么 哈喽 我在哈喽前边 我想加一个什么 在这儿不能写 我想在哈喽前边 就是中间这块 把那个复类的那个demo拿过来 demo咱们前面有demo对不对 demo123 我想把demo123覆模版中的 怎么着 加到这儿来 是不是想复模版内容 插入到咱们新的内容里边 对不对 因为前面可以加 后边加复模版的 加的中间可不可以 可以使用有一个保质变量 这个保质变量 您快介绍吧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parent 是比如这个smart parent 这就是把复制 对 在这个保质变量里边 我们只需要在紫模版的这个地方 加上这个次 看 这样的话 这是 不是复模版的内容 就放到中间了 再过来 使用保质变量就可以 小心点 你看 这是demo123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再变过来 能不能把紫模版的内容 加到复模版里去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再加一个brock name等于sex 鞋盖 brock 对不对 这块鞋盖 abcxyz 对不对 中间复模版 我想加东西 怎么加呢 那我在复模版里边 用上一个smart dr 还是一个保质变量 什么呢 brock.child 就是相当于 你看记成过去 子模版 现在随着我什么也没写 你看 是完全 没问题的 syz 对不对 待会想把子模版那种加在中间 那我就织画 直接brock name等于six 写这 brock 如果这块 写上一个 你好 对不对 这个你好会把原来这个覆盖 你看 对吧 加到中间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块没有覆盖 因为我这块 六这里边已经写了谁了 是不是写了子模版这个了 所以他就没有覆盖 对不对 已经把它加到中间了 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用这种这些机动方式 是不是 继承咱们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子模版也可以修改 副模版的内容了 而且还可以在前面加 在后边加 在中间加 在副模版中间加 是不是都可以了 对对不对 这就是模版继承 大家知道这些 那么根据实际的应用 你就可以把模版继承过来 任意修改你的内容了 是不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叫到这里 模版继承是非常棒的功能 也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理解 特别是学过面上对象的继承 可能就理解 怎么意思 还需要大家在实际工作中 去用它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叫到这里 再见 拜拜 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